古时候老百姓流行求千问神 一遇到生活中的难题 总指望神明能给自己指导方向 可这世界上哪里有什么神灵 所谓的求千问神 这种事情大多是求一个心理安慰 真正能改变一个人的不是神 而是人本身 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案发展到现在 几乎已经变成了板上钉钉的铁案 在这种时候杨乃武的姐姐 一个柔弱的女子 为了这桩案子 做了他所能做的最后一件事 为弟弟求上一千 城隍庙外 杨乃武的姐姐拿着手里的签文 激动不已 那么签文上究竟写了什么呢 若问归妻在何日 待看孤山梅战时 看到这个签文 他眼睛一亮 莫非是等到孤山梅花开放的季节 弟弟杨乃武就能平安回家了吗 抱着最后一次期望 杨乃武的姐姐 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她要上京 告识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